今天听到一个机器人又好笑的新闻 虽然赚钱不容易了 但是听说花钱也不太让人花了 这两天有北京地区 有银行机构传出 对一类的账户的设置了交易线额 非贵面所有渠道的交易额度 每天上线只有5000块钱 没听错 一天只准消费5000块钱 当然了 非贵面渠道的意思就是 不在银行柜台办理的业务 但是包括什么呢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网上快捷支付 销售终端的post机 ATM机 还包括支付宝微信等在内的第三方支付 我们听听银行的解释 根据都市快报的采访 相关银行的工作人员回应说 现在是问责制 只要开卡人员涉案或者出问题 都要追责到开卡的经败人 其实不难看出 主要还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整治非法的一些贩卖电话卡 贩卖银行卡的违法行为的 虽然现在电信诈骗很多 这个点我们能理解 但你说是问责制 是为了保护这个储户的资金安全和利益的 显然是误伤到了很多人 老百姓自己的钱存入银行 只用时却受到了限制 那么有人就说 不如把钱存在家里的保险柜好了 反正现在存银行的利息也不多 一边是储户的消费要求 一边是反诈的治理需求 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难道只有限制这一个选项吗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归根结底 还是自身的监管能力不足 一些宣传报道中 我们都看到这个社会已经很进步了 什么元宇宙 什么先进科技 反倒落到实处的时候 还是用最原始 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式 反诈工作也已经好几年了 还是得靠各类的公众号上提醒 靠民警挨个儿的打电话提醒 靠民警紧急的冲进 被诈骗人的家里及时的制止 难道没有更好的高客气的办法吗 让我们的民警也能歇歇吧 感谢观看